那今天早上大家都很關心 大概 德國BNT 透過這個路特社發表了個 聲明 那我們當然是歡迎 我們也知道說其實 德國 德國一直是跟台灣在商業上面的 往來是非常的多 也是我們非常可以信任的 商業夥伴 那德國政府大家記不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在去年的 第一季還第二季 他們到 那時候疫情剛剛開始 那各國的醫院的都 滿載 那德國還派醫療專機到鄰國去 載回這COVID-19的病人到德國治療 那這件事情大家對於德國整個 這個 人道的 人道醫療的 讓大家非常印象深刻 那Biotech他的聲明裡面有講到要協助世界 終結疫情的聲明 那基本上也是展現了德國人道醫療的一個情操 那我們表達感謝跟感慨 那我們相信Biotech一定會排除萬難 那即時簽署合約 臺灣一起 終結疫情 會 明天開始 應該是有一些還是會稍微減量 大概就是逐步的來恢復 那尤其在目前我們在第一步裡面應該是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目前還先不收 那至於在這個專責的病房 我們也先縮小規模 然後逐漸再放大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講偷雞摸狗這樣的形容詞 實在是不恰當 跟總公司談是偷雞摸狗 那 那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陣陣當當 一個是總公司 一個是國家好買 那沒有所謂的偷雞摸狗的一個情況 我想 這樣的一個形容 以長期的媒體人 這樣的一個形容用法是稍微有一點欠 精準 那我們今天有新增兩例 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是一位是從菲律賓 一位從馬來西亞 那案940為菲律賓籍20多歲的女性移工 那今年的2月3日來臺灣工作 那有3日內的檢驗陰性的報告 那是在集中檢疫所檢疫 2月16日接受檢疫期滿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案941為馬來西亞籍的30多歲的男性 今年1月31日來臺灣工作 持有搭機前3日內的 檢驗陰性報告 那在防疫旅館檢疫 那沒有症狀 那2月15日檢疫期滿後 至其他旅館自主健康 管理 因公司要求2月16日 至醫院自費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以掌握個案接觸者8人 包括公司同事及旅館工作同仁 應接有適當防護 列為自主健康管理